外观类似深红色的鲸鱼 手臂粗短 手上有脯 生活在澳洲塔斯玛尼亚 东南部附近的一片小珊瑚中 稀有的红手鱼 最近成了海洋科学家的救援对象 最后的数据是有两个数据 一个是有6个人 另一个是有90个人 这数据大概是18个月 这数据是有数据 我们已经有数据的数据 我们不确认有多少 但我们觉得它很重要 原来是因为气候变迁带来海洋热浪 导致海水过暖破坏红手鱼漆地 让红手鱼热到难以生存 于是科学家罕见决定 将25只红手鱼从野外捕获 改由人工饲养 保育团队每周七天 每天24小时轮流照顾之下 这群被暂时安置的红手鱼 情况良好 还需要监测是否有压力 或是健康状况不佳 保护红手鱼的任务 将直到南半球的冬季来临 科学家希望届时气温下降 红手鱼就能安全回到大自然 大海新闻张力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